再做Lab,這次我們會再Build Image,不過不是手動的,其實是用DockerFile,但現在用Pogman就有另一個整法 感覺上是有點不同的 我們現在第一件事就貼上Lab內,先弄回這裡 然後用VI去弄一個ContainerFiles 跟著它 按下I 字面,Insert Mode 逐段逐段比,大家看到 底部,你找的東西是底部 底部一定是 Base Image 就是我的UBI,不知道是甚麼Linux 然後是誰命聽這東西,很多時候會是 就是這樣,很多時候會留下Email,不需要 跟著 U.hk 跟著 再貼上去 那我就是名聽過人 那裏是哪裏的 這裏是UBI8 我也不知道這裏是甚麼 這裏是貼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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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我們現在就是 你畫斜別就可以兩行同一齊 玩1 但現在這樣吸收 不知會怎樣 因為你每行一個1 這些comment就會有一個Layer 所以如果你這裡刷兩句兩Layer Layer 又不是越薄越好 那是Makes sense的層數 這些會是Cache的 因為你如果這兩東西Cache 其實平在一起 所以現在是Enter 貼上去看看可不可以 因為要用肉眼來看有沒有歪到 牙歪了 所以我們先按D一D OK 尾這些應該都OK 然後再按Enter 好 小心點 然後 按Echo Hello Well 在網頁上 這個網頁 然後 開Port80 因為你的迷你VM也有一個Port 即是你不說 Explode 其實它不能進去 那就開Port80 然後到最後 最後就是 CMD HDB Apache Server 第一個Permitter 第二Permitter Command 現在這裡就是這樣 最後就是這樣 理論上有些Backspace是相比的 不過這兩句就不能夠封爆 中間有些Enter也可以 現在我們就要 save VI要走了 就是 Escape 無號 WQ 應該會的 因為不會 入圖六個 因為你要Layer 所以我只要Tack Layers Force 我都不太知道 那就是 現在這個Folder 現在這個Local 剛才這個 Container Files 他又不是那些Files 叫Container Files 好 現在就 把底下 看看 看看 其實 就 只要下載 所以我們要扯下來 然後Permitter 可能會有很多 Intermediate Image 所以 搜尋 A 就是 即是你不看 那如果 畫Layer Force 就搜尋 Command Permitter 如果有些中間 Intermediate 它就搜尋了 這樣就在這裡搜尋 這裡已經有些時間 為什麼要時間呢 因為第一件事 你只要留意剛才的Command 它會更新的 它會更新的 如果更新的 你會上網 下載 下載 那這裡 就是裝機 所以這裡是正常常的 可以自行 自行 那也不是很久 因為 Image 比較簡單 好 搞定了 這裡就是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Image 應該有一個 Local Apache 因為剛才你的 標的名字 就是Local 就是Local Host 這裡是Doc80 這個Apache 因為上一個Command 你搜尋這裡 就很頹 你踢得很頹 就這樣踢這裡 一節 所以它就加個Local 好想 那 當然可以run一下它 我們Doc file的Image 這裡就run一下它 那你用Blockman去run 然後你就看到 就這樣 按 在背景上 走一個Apache Web Server 那我們就 在這裡走 那 我正在走 試一下Core 看看PS PS完 才Core 但應該 有Port開了 1080 就MAP了去 裡面的80 那你見到 這個Boot機 就是 HTB 在Background 就是這樣 然後 Core一下它 Core一下它 它正在走 看到了 有了 網頁是在我們製造的 有Doc file 你記得這句 Doc file裡面 我們有一個Echo 這句 這個網頁我們自己製造的 什麼什麼 Hello from container file 就看到了 那就搞定了 其實很容易用的 不過你沒有Block 就OK 有Block 就結束了 就結束了 這個練習 就結束了